欢迎收看小老师 佩妮教数学 那么我们这一集呢 要继续讨论我们的这个重复组合 也就是这个 H几取几这样子类型的问题呢 我们看到这个 X加Y加Z加U小于等于12 那我们前面那一集已经记到过 X加Y加Z加U等于12的话 对不对 是H4取12 也就是C15取12 那如果今天小于等于12 12呢 一样我们有两个方法 那第一个方法就是 就是既然你要小于等于12 也就是说12也可以 11也可以 10也可以 9 8 7 6 5 4 3 2都可以 那就来吧 他要这个非负整数 所以可以是0 那如果你 少一个U sorry 那如果你 x加Y加Z加U等于12的话 是 H4取12吗 刚刚讲的 那如果是等于11 这就H4取11吗 如果等于10 就H4取10嘛 对不对 取0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最后的答案就会变成是 我们从小的往前数 前面多写几个 后面就不写了 换成C H4取0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照规矩算 就是4加0-1 所以是C3取0 那其实他就是1 H4取0就1 就是C3取0 加H4取1 是C4取1 因为它4加1-1 然后这个是C5取1 然后如果你有H5取3的话 就是C6取5 这C5取2 这C6取3 加到最后一个是C15取12 可以吗 那有没有看出来呢 其实这个是巴斯卡公式 巴斯卡定理的一个特殊数算的题目嘛 就是说C3取0是1 就是C4取0 C4取0跟C4取1 上面一样 下面差1 就上面加1 下面留大的 这是C5取1 C5取1 C5取2 再看一次上面一样 下面差1 就上面加1 下面留大的 C6取2 C6取3 就变C7取3 所以一直到这里 你会发现它最后留下来的是这个 上面加1 这样子 所以最后留下来的是 C16取12 到这种问题 方法2 方法2很重要 这也是我们介绍这一题 不只是为了算给你看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进阶题 这样 不是 我们在前面才讲过 不等式可以备用等式描述 所以 X加Y加Z加U 加T 加T 等于12 然后怎么样 XY Z U T 都是大于等于0 对吧 那这样一来呢 这个T就是那个小多少的部分 你要再加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大于等于0 你才会变12的话 如果那个数字等于0 你就会刚好是12 如果那个数字比0大 你就会比12小 所以你就会小于等于12 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大于等于12 你就是变成12加T 加在右边 你如果是小于12 你就加在左边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H5取12 那H5取12就是C16取12 对一模一样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用给筹码的这个情境去想 我今天发出去的筹码呢 我有12枚筹码 我要发给4个对象 甲乙丙丁4个人 我要给他们12个筹码 可以不要发完 也就是说甲乙加丙加丁 一定拿到非负整数个 但是怎么样 他们拿的数目是小于等于12的 可以不用把12个全发完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有一些码码我可以留在手上 所以这个T其实就相当于是庄家 自己留T个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第一题的答案 是H5取12 你也可以说是C16取12 可以吗 第二条题 那如果要正整数解呢 我们就只用这个方式去想就好了 如果要正整数解的话 XYZU先给一个 那这个时候要注意T不要跟着给 因为T可以是0 但是XYZU要正整数 可是T反正是我们自己设定的 TK是0 所以 它就变成什么 这里变成8 所以是H5取8 可以吗 然后来看这一题 1到10万之间的整数 每一个数字合 就是各十百千万 5个数字合起来是12的有几个 因为你可以知道10万其实不参与 合起来不是12 所以它其实就是问你这个 从0000到99999 合起来数字刚好是12的有几个 那应该不难想像 它其实没有错 就是我们刚才教的这个H系列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各十百千万 总共有五位嘛 那这五位合起来是12 对不对 那么呢 答案会是H5取12吗 不是 那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数字本身是不可以放到超过9的 你如果H5取12的话 你会允许有一个答案会是 比如说1100 对不对 你可能百位数放11 但是百位数能放11吗 不能 因为每一位的数字呢 都只能放到最多9 所以它就不能直接用H5取12 也就是我们这里提到有上限 有上限的这件事情 发现它的题目有上限 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一些 有关于H的讨论 我们都只有讨论到下限 就是那个X要大于等于0 X要大于等于1 甚至我们可以接受下限有负的 X大于等于负2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讨论上限 对不对 那有上限的话会怎么样 简单来说 它会让问题变得复杂 那我们这个在之前 其实一直有不断的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现实的情境 其实很多是很复杂的 只是说如果老师今天出题 要给学生算 他会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学生的讨论的量 会在一个限度以内 所以如果我今天这个问题 需要你分三类讨论 分就是可能三类之中 又有两类 总共六类这样讨论 都还算是被认为是可以的 这个讨论量不会到太大 可是如果今天我的问题出来 你要分成四大类 四大类里面三小类之后 又有可能再分歧 又有几类几类 总共有二十几种要讨论 那就被认为说不太可能 因为出一题学生 要写很久 或者说他可能光是想 就觉得不太可能是这样子吧 他就不会去写 所以说我们不会把一个问题 出到你讨论很难讨论完 所以在这个H类型的问题里面 如果有上限的话 一定会因为某个原因 让他的讨论量被缩减 那以这个类题为例 他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你会发现各十百千万 我们刚刚讲他的上限到9 然后他现在这里 这个合起来是12 也就是说最多就是有一位超过9 我们讲爆掉 如果他有某一位爆掉了 就是超过9 比如说是10 有某一位分到11或12 那其他位是安全的 因为他已经把9以上拿 10以上拿走 就剩下三个 剩下两个 所以说就是如果有爆掉 也只会爆一位 而且剩下的情况会很有限 那就可以讨论这样子 所以利用这一点呢 我们来去讨论他 分两种情境 我们可以说 因为最多只有一位爆掉 所以呢 我们就来讨论他是怎么爆的 如果你的爆掉的方式是 有一个拿到了有一位 你拿到了12 那就一定爆掉了 因为不可能有一位是12 但是这也就意味着 其他位都是0 所以这种情况有几种 有五种 对不对 那如果有一位是拿到11呢 那剩下的人就还可以分一个 对不对 剩下四位分一个 是H4取1 如果我 有一位拿到10 那是不是剩两个 那剩两个的话 他就会变成怎么样 剩下四位分这两个 那又可以重复拿 所以他是H4取2 那 不管如何呢 你都还是要再乘上什么 到底哪一位爆掉 我们刚才这个5也是 就是指哪一位爆掉 所以这是5乘上H4取1 这是5乘上H4取2 那有的讲义呢 他假如有这一题的话呢 他这个5的地方可能会写个C5取1 就是说要选哪一位爆掉 是一样的意思 那 所以这里到底有多少呢 H4取1的话就是 这个 4 然后H4取2的话是 C5取2的话是10 所以是 5加20加5 75 那这个是爆掉的 爆掉的 所以 全部剪掉会爆掉的 那全部就是我们刚刚讲 不能用的 H5取12 H5取12-75 可以吗 所以就是有分成这三类 会拿到10 拿到11 拿到12爆掉 用H5取12去扣 H5取12是1820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我呢 先把10个扣起来 庄家先把10 扣在手上 10个先扣在手上之后呢 你们5个随意的去分的话是H5取2 对不对 等到你们分好之后 等到你们分好之后 我举两个例子 等到你们分好之后 比如说可能是10 或者是2000 00 对不对 好这样子 那分好了 这样分好了 来 我把10灌下去就爆掉了 对不对 我把10随便灌在任何一位你都会爆掉 而且都会爆成不同的样子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我可以把这个怎么样呢 将10灌入 投入 我要投入任何一位都可以 也就是我可以让它变成110010 或者让它变成1010 我把这个10丢进去任何一位 跟它原本的加起来都会让它爆掉 然后都爆成不同样的 这个也是我可以把它变成12000 或者00001200 对不对 对 10啊 更正 20010 因为我是把10丢进去 所以说 我现在还有几种丢法呢 就五种嘛 那我的答案就会变成是 这个H5取2乘以5 H5取2是C6取2 所以是15 那所以15乘以5是75 那就跟刚才一样 最后是由H5取12减掉 这么多种 可以吗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我指骰子4次点数核是20的话 注意 那我就是有4颗骰子 1号2次 第三次跟第4次 这4颗骰子怎么样呢 点数加起来 会是20 可是怎么样 它骰子不但有下限1还有上限6 对不对 那所以就跟刚才一样 当你发现你的问题有上限的时候 你要有警觉 它不是直接处理 但是你也要同时 赶快去寻找什么 为什么这一题敢出有上限的 懂吗 因为像我们上面这一题 10万位数字 他今天如果数字盒不是12 他的数字盒如果是23 哇 那一题讨论不完 很花时间 做起来很没有价值 老师也不想教 所以今天他会出一定有原因 他一定在题目上 因为某一些情境 让他的讨论 减少到固定量以下 那我们刚才这个 这一题的原因是因为 每一位数字可以0到9 会爆掉的 10以上才爆的话 我数字盒只有12而已 最多就爆一位 而且爆完那一位 剩下的数字还很少 这里呢 每一颗骰子 只可以1到6的话 20很多 那这样讨论不完 对不对 我假如说我要取走 有爆掉的情况 我那个一颗骰子 可能爆到变7变8变9 可以变13变15变17变20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换个角度下 全部都是6的话 总共也就24而已 那他现在跟你说 数字盒是24 所以你去思考 比6少多少 比6少多少 的这件事情 每一颗骰子 到底你比6 你骰出来的数字 比6少多少 合呢 只有4而已 也就是说 4颗骰子的点数 比6少 不能少4以上 应该说少刚刚好4 那所以这个问题 它就变成怎么样 我把这个比6少 合起来是4 我把比6少 这四个骰子 比6少叫做 A B C D的话呢 合起来只有4而已呢 那 这个ABCD 本身是可以从0到5 因为你刚好可以6点 你也可以1点 你就比6少5 那这样ABCD 都可以是0到5之间的话 合起来刚好4的话 这个的答案是 H4取4 它就是这一体的答案 可以吗 也就是C7取4 所以就是我刚刚讲了 当你看到它有上限 你首先要了解到说 我们本来传统那种X 加Y加Z加U等于多少 讨论下限可以 讨论上限是 没有办法直接 没有办法直接 什么样分配的 会有上限 它一定会需要 比较复杂的讨论 那为什么它敢出 一定有一个原因 让它的讨论量会下降 甚至是用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它反而就 淘开那个上限 这样有懂吗 好 那我们这堂课上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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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